所以这一点特别注意 我们就30度,以30度为远 那我们要怎么样让它可以旋转 这个地方 开启 先开启那个0204好了 0204那张图的话呢 就在我们 在C叠底下的 Web02 里面 所以我们就找 C叠底下 Web02 因为我们刚刚有汇入素材 Images里面 0204这一张 按开启 它会问你说呢 这个直接按开启就好了 因为它是一个动画 我们只开第1个画格就好了 按开启 所以要开启2次 这张图有没有 我们把它放大来看好了 300 这样子 这个可以先关掉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个图 本来是不会旋转的 不过呢 我们要让它可以旋转该怎么做 你就要想动画的原理 动画就跟卡通影片嘛 反正卡通影片就是 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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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变 那你就变成必须 第一张这个角度 第2张旋转30度 第3张旋转60度 第3 第3 第1张 第1张原来嘛 就0度嘛 第2张就是30 第3张就是60 再来就90 90其实就是回来原来的 所以其实只要做三张就好了 原来的 30 60 90其实就回来原来的 因为它 上 它这个球有没有 它其实 两边是对等的 一样的 所以只要 再做出30度跟60度就可以了 另外就回复原来的 就可以做出 一个动画 所以第1步 开启之后按右键 把它全部合并 因为它这一张图现在有虚线 浮在上面 所以要先把它贴上去 第2个动作的话 就是用这个所谓的 这个选取工具有没有 这边有个选取工具 先把它这个篮球的地方 先把它选取起来 选取起来 圈起来就对了 圈起来以后呢 移到中间 移到中间 然后呢 再做一个 再做一个 选取起来 再移到中间 那这个 两个篮球就是 我们要的 这个呢 就用 所谓的变形工具有没有 先选好之后 以两个出来 变形工具 那根据我们刚刚所讲的 30 有没有 这个篮球呢 就 顺时针30 有没有 就转过来 这一个篮球呢 就两个 就60 60就好了 也两个30也可以 你会发现 到时候旋转的话 就是 12 3 然后又回来1了 就感觉有30 30 30 这样再旋转 好这样就完成 Photoin Page的任务了 先30 60 然后呢 我们这个就先留下 因为到时候要贴到那个 gif emitter里面 这个效果的话呢 就完成 第1个步 第2个步骤的话呢 再来一样的方式 一张三次 一张三次 一张六次 对 i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